KSG轻松横扫WE 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前者用上踢步可圈可点 用上主力直接碾压 后者在整个休赛期没有任何的进步 感觉年总这个新赛制对强队的影响并不大 甚至可以说非常小 就差不多6副都结束了 然后个mini还爆出新瓜 亚洲杯的比赛取消了 这对于伊诺而言是一个相当不好的消息 因为亚洲杯是跟亚运会一样的 需要经过一个选拔 以伊诺目前的状态而言 他是很有机会再次被选中的 要是换到明年开载亚洲杯 不确定性就太大了 不过这样奶茶就不用去备战其他比赛 专心把AG的年总跟挑战者杯搞好就行 只能说有利有弊吧 大家觉得呢 亚洲杯在年总之后 年度总年在打完 立马会有一个亚洲杯集训时刻 有一大批的高手去做一个集训 去做一个选拔 就跟亚运会一样 没有了吗 取消了 我的信息慢了 亚洲杯取消了 没有了 哇 这说明就没了 这亚洲杯说没有了就没有了 人才